在影片開始之前,我們先進入一小段的工商時間 如果你喜歡看動畫、追劇、玩遊戲 那千萬不能錯過這台會讓你感受更升級的 Sony Bravia 天啊,太大了吧 這台日本工藝設計與製造的Sony Bravia 從外型到影像處理都能給你最頂級的享受 Sony Bravia 因為內建 Google TV 能免費下載各大動畫 App 讓你各種新翻完全不錯過 而Sony 最著名領先的 AI 畫質處理器 讓你不管是看 Disney Plus 還是 Netflix 在視覺與聽覺上都能享受到電影規格的體驗 在玩遊戲時,甚至會自動開啟遊戲模式 降低延遲、動作靈命、高對比畫面、自動搖角 現在只要在 Momo 購買 Sony Bravia 就送動畫風會員 90 天 讓你升級動畫風最高畫質 再搭配 Sony 處理器 享受無廣告、追新翻的頂級新體驗 隨後配送,數量有限,送完為止哦! 嗨,我是孫晴月 今天就讓我們好好聊一下 灌籃高手電影版 灌籃高手 The First Slam Dunk 灌籃高手 The First Slam Dunk 為灌籃高手的作者錦上熊彥 擔任原作、腳本及監督的動畫電影 截至2023年1月23日為止 票房累計突破89億日元 纏連了超過8週的日本週末票房冠軍 相信大家應該也都看過了哦! 今天影片內容主要會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在灌籃高手電影版裡面 你可能不知道的製作秘辛 第二個是我自己的觀影心得 那為了讓大家在看電影時 都能夠有最大的感動 雖然會提到某些大綱內容 但影片內容我也會盡力以不劇透的方式去說 OK 那我們就馬上開始吧! 10個多年重新製作電影版的原因 灌籃高手的《The First Slam Dunk》 為灌籃高手的第五部電影 上一部的電影版是1995年7月上映的 《灌籃高手 咆哮藍球員 靈魂 花道和流川的左熱夏季》 而為什麼過了將近30年還要重新製作電影版呢? 其實最大的原因只有一個 那便是緊張熊彥認為自己對讀者有所虧欠 這裡我們就要來聊一下緊張熊彥老師 這多年來的心境歷程 我們把時間拉回到《灌籃高手》連載之時 在當初連載《灌籃高手》時 周刊連載的環境 其實讓他非常非常累 而每當快要撐不下去時 讓他能夠繼續走下去的動力 就是讀者寄來的粉絲信 可以說正是因為有著粉絲的支持 才讓錦上有動力繼續劃下去 最終也順利在1996年的《周刊少年Jump 27》迎來了完結 不過雖然有按照自己的想法收尾 但其實錦上仍然覺得少了些什麼 在此之後錦上也繼續創作了 《朱如、朗劍客》及《Real》等作品 而在這段歲月裡 依然有許多死忠粉絲 在痴痴的等待灌籃高手的真正續篇 這也讓他覺得自己愧對了讀者 辜負了粉絲的期待 而感到有些小小的心虛 又無法正面回應的錦上 不羈而沒有買到 隨後錦上也設立了紀念活動的專門網站 讓讀者可以登入網站 自由地寫下想對錦上老師或灌籃高手的話語 最終該網站也募集了累積超過8萬名粉絲的留言 而在這之後 他原本希望將這些留言印出來貼在某個籃球場四周 再邀請這些粉絲們來到現場 一起參觀 也一同享受打籃球的樂趣 但就在尋找籃球場時 竟然意外發現了一個可供實用的廢棄校舍 也就是位於神奈川縣的三起高中 錦上心想著 透過整間學校的環境 那應該能創作出更有趣的東西吧 沒錯 這個就是非常有名的Slam Duck 10 Days After 企劃 當時錦上利用了總共23間教室的黑板 畫出了原作完結後10天的故事 並在完成後開放免費參觀 讓讀者們得以看見灌籃高手真正的結局 希望藉此彌補信仲的遺憾 不過隨著活動的進行 他卻越來越感受到作品在粉絲心目中的重量 以及自身所肩負的責任有多麼龐大 今年累月下來 這股責任感甚至時不時會讓他陷入 無法專心工作的狀態 雖然期望透過漫畫之外的媒介 來延續作品的世界觀 但心中的這份掛念卻始終無法忘懷 時間來到2009年 多音動畫公司的製作人松井俊之 因緣機會接觸到了灌籃高手這部作品 體會到作品魅力之初的松井 便將灌籃高手的電影企劃書寄給了《錦上雄彥》 表明了自己的滿腔熱血 沒錯 《錦上雄彥》當時直接拒絕了這個提案 因為他認為在技術上 完全無法滿足他腦海中 想要呈現的畫面 然而松井卻完全沒有想要放棄的打算 堅持不懈地遵照《錦上雄彥》的意見 來來回回地修改企劃內容 時間就這樣過了5年 2014年 這份堅持多年的不放棄 總算有了成果 松井努力製作的Demo 終於感動了錦上 其中一幕花道回頭說出 因為我是天才的這一幕 更是大大震撼了錦上的內心 不但讓錦上終於點頭答應電影的製作 更讓他謀生出一個想法 如果我自己也參與製作的話 是否能更真實地呈現出一幕花道 正如同許多漫改的電影作品一樣 其實錦上雄彥大可以掛個堅修的名義 讓東英負責所有的工作就好 但製作人松井認為 除了作者錦上本人 沒有人能寫出最適合角色的台詞 若不是老師親自作畫 也不可能讓讀者及粉絲滿意 隨便強烈提議讓錦上負責腳本及監督的工作 而對於錦上來說 他的初衷一直都沒有變 那就是回饋長久以來支持著自己與作品的粉絲 如果自己的加入能夠讓成品更加接近心中的想像 那何樂而不為 於是兩人就此搭成共識 開始著手電影化的企劃 最終The First Slam Dunk 才得以出現在我們眼前 不是手繪 而是採用3D CG 漫畫能夠透過分隔的大小 及數量分配來調整故事的節奏 也能利用分鏡的布局 來引導讀者的視線控制閱讀的方式 以此來牽動情緒 並進行鋪陳及高潮的堆疊 但是電影當然無法一樣 以前聊過漫畫如果要影像化 要考慮到非常非常多的東西 例如漫畫的分隔大小 很難以電影的時間長短來表達 若是以極少的秒數來呈現漫畫中一個的資訊 那觀眾很有可能會看不懂 而缺乏電影製作經驗的錦上 只能活用自己畫漫畫的多年經驗 一步一步嘗試 並且堅持每一張原畫都有自己操刀 呃...原本是想這樣的 但如果真的這樣製作 那製作時間可能要拉到10年以上 所以透過這次的電影化參與 讓錦上不得不學習 如何將腦海中的畫面畫為文字 並且不是真的傳達給其他動畫師 而在畫面呈現上 錦上捨棄了傳統的手繪 採用了3D CG的技術 雖然在上映前飽受爭議 但相信實際經過影院看過的大家 應該都是非常震撼與感動的 當然這份感動 後面也付出了許多努力 在電影的製作上 使用了名為動態捕捉的技術 也就是讓真人穿戴接收裝置 來將真實的動作轉換為數據來參考 再透過360度全方位攝影機的拍攝 加上不時穿梭與球員之間的運鏡 來取得不同視角的鏡頭打成零死角的紀錄 有趣的是 當時緊張球員心想 既然有如此方便的技術 那只要湊齊10個人 按照劇本打一場比賽 應該就能取得理想數據 並輕鬆還原角色的經典動作吧 沒錯 即使在拍攝時 已經決定了每位球員該注意的站姿級動作 甚至融入了角色本身的特色 例如櫻幕誇張的躍動感等等 但轉換成3D CG之後 卻意外地嚴重缺乏真實感 似好沒有想像中 應該具備的力道跟氣勢 讓錦上恍然大悟 原來太真實 反而不真實 結果這些轉換出來的畫面 根本沒有一張能直接使用 為了兼顧真實感與動態感 錦上與動畫師們 一邊拿捏著真實人物與繪畫間的平衡 一邊以3D CG的畫面為基準 再以手繪原畫作參考 一張一張 一格一格 一秒一秒地進行修正 讓落地的姿勢、灌籃的魄力、衝刺的動感 傳球的俐落更加栩栩如生 就這樣在歷經了地獄般的工作量之後 才終於呈現出讓自己滿意的成品 錦上小雲曾說過 呈現出籃球最真實的動作 不是希望而是義務 如果無法實現就沒有親自參與的意義 也沒有電影化的意義 這便是他即使知道有失情懷 也仍然想要採用3D CG的原因 而這次的電影版 完全超越了他至今為止所面對的挑戰 為的就是能盡可能完全百分之百地展現出 籃球這項運動的魅力 許多觀眾在看完後 一定會冒出一個疑問 那就是電影版為何是以工程良田作為主角 若是從結論上來說的話 那就是錦上並不希望 只是透過電影版來重現經典的山王之戰 而是想要述說一個跨越傷痛 邁步向前的故事 在當初連載灌籃高手時 錦上從23歲一路劃到了29歲 這個年紀是一個年輕氣盛的時期 所以連載時創造出了櫻木花道這樣的角色 勇往直前 無所畏懼 潛藏著無限的可能性 然而經過了多年之後 錦上再次回顧了過往的創作 才發現不論是待人接物的視角 或是對於生命的價值觀 都有了相當大程度的變化 不 與其說是變化 不如說是變得更加豐富而充實 人生在世難免會遭遇難關 身心受挫 但並非每個人都能如漫畫主角一般 身懷無限的可能性 也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夠如漫畫主角一樣 跨越困難 或許我們都是一步一步 與痛苦共存 奮鬥至今的 直到自己也經歷過後 錦上才明白了這個單純卻重要的事實 而他也確信 唯有現在的自己才能創作出這樣的故事 於是才定掉了電影的主題 而選擇以共存良田為主角 其實也並非一時興起 早在1998年 錦上熊燕便曾在《周刊少年Jump》上 刊載過一篇名為《耳環》的單篇漫畫 這篇故事以一名小學六年級 名叫良田的男孩為主角 雖然沒有指名道姓 但從各種蛛絲馬跡中 都能推銷出 講的其實就是宮城良田的小時候 而在當時的漫畫裡 良田還在海邊洩購了另一名少女林子 故事的最後 兩人雖然沒有走在一起 但良田卻得到了少女贈送的一支耳環 有趣的是 林子與才子的日文發音其實都是Ayako 所以有粉絲推測 如果《耳環》並非平行失控 而是原作外傳的話 那其實良田與才子早在小學時期就互相認識了 錦上也曾說過 《耳環》這部漫畫的確是他基於想要描述更多 《宮城良田》而誕生的作品 這名人小志氣高的少年 跨越各種傷痛 直視自身缺點 奮力邁向明天的身姿 便是錦上希望透過電影來傳達給觀眾的事物 除此之外 《宮城良田》也是一名與錦上熊燕 有著諸多相似之處的角色 例如兩人的身高都不高 錦上的身高是167公分 而宮城的身高為168公分 並且兩人都是因為哥哥的影響 才開始接觸籃球 在以前介紹錦上老師的影片裡曾提到 當時他是被哥哥發現具有籃球的天分 才說服他加入籃球社 所以讓宮城來擔任主角 透過他的試點觀看比賽 就某種程度來說 或許是為了讓觀眾能以不同的角度 來更了解作者錦上熊燕想要傳遞的想法 日文版《聲優全部更換的原因》 因為電影的中文版發音是找回原版人馬配音的緣故 所以部分台灣觀眾可能不太曉得 其實這一次日文版電影的主要角色 與過去電視動畫版的《聲優》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在一開始釋出《聲優》人員名單時 網路上馬上就出現了一部分不滿的聲音 部分網友認為 在預售票之後才公布《聲優》名單 讓人有種被騙的感覺 而且坚信只有熟悉的《聲優》才最對位 甚至出現了一些不理性的人聲攻擊 嘲諷這個《聲優》就是爛啦! 針對這些抗議 錦上熊燕本人也親自在訪談中解答 對於這次電影的內容 錦上不希望透過太誇張的手法來呈現賽事的過程 而是希望用更自然的感覺來進行演出 並且將這點作為基本原則告知了全體人員 也正因為如此才不能使用原本的聲優 錦上熊燕提到在電視動畫播映的那段期間 聲優們發揮了自己的專業 運用各自的特色塑造出了獨一無二的角色 但這次的電影錦上想要呈現了指示 一群籃球社的高中生在普通球場上比賽的故事 所以若是找回電視版的聲優 就勢必得讓聲優們改變一直以來的演技 同時代表著 聲優們必須捨棄曾經一首培育出的角色 相信不管對於聲優還是錦上自己來說 都是一件相當殘忍的事情 所以在經過深思熟慮後 才決定採用全新的聲優 而事實上電影版雖然與電視動畫有所區別 但其實兩者都是生長自同一棵樹 只是分岔長出了不同的枝壓而已 不論對於錦上還是灌籃高手這部作品來說 都只是用不同的方式來呈現一樣的感動 電影片名背後的意義 這次電影版的片名為 The First Slam Dunk Slam Dunk 為原作漫畫的日文標題 而當中的The First 根據錦上本人坦言 其實單純只是一個靈光一閃的詞彙 卻又十分契合這次電影的概念 因為錦上認為太具體的標題不適合自己 並且也不希望粉絲或觀眾 對作品抱有先入為主的既靈影響 對於錦上來說 這次的電影並不是電視動畫的延續 甚至也不是灌籃高手續集 他強調道 這並非往日時光的延續 更不是情魂的重現 而是一部獨立且特殊的作品 雖然劇情的主線 是以原作的全國大賽片為主軸 並融合了單篇漫畫耳環作為穿插 但錦上卻加入了許多原創的橋段 呈現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故事 透過人生歷練的成長 賦予美名角色全新的生命 對於不認識灌籃高手的人來說 這是初次認識作品的好機會 而對於一同長大的老粉絲而言 也能獲得最初的感動 其實在看完這次電影版之後 我是蠻感動的 也在電影院哭了蠻多次 所以我的新的絕對是推薦的 但我知道因為這次的電影版 跟動畫還有漫畫 的確有許多不太一樣的地方 所以聽到了一些批評與疑惑的聲音 而今天的新的主要是 對於這些不同的意見 做一些我自己的看法 在這之間也會去談論到 為什麼我會喜歡這部電影 首先我的看法是 如果今天你是個導演 你想要製作一部什麼樣的電影 而如果你是觀眾 你又想要看一部什麼樣的電影 老實說 我個人非常不喜歡賣情緩的電影 我自己每次看到一些動畫 或是劇拍成電影版 但是裡面只能看到 為了滿足原作粉絲的內容 甚至讓新接觸的觀眾朋友 完全看不懂時 我都會覺得有些失望 所以這次的灌籃高手電影版 對於改動的內容 新加入的橋段 我覺得非常驚喜 而這一次最多人反應的莫過於兩點 第一點是 在比賽中一直插入回憶的部分 這一點我其實反而覺得不會突兀 因為這一點又回到前面我提問到的 你想要製作一部什麼樣的電影 你又想要看一部什麼樣的電影 如果這部電影真的只是完完全全的照漫畫還原 那真的才是有點讓人失望 而且整部電影會失去了重量 為什麼會失去重量呢 首先一部31集的漫畫一定有著極大量的資訊 一部31集的漫畫要改成兩小時的電影 如何開頭 如何說故事 如何結尾 要如何讓舊本司買單 又如何讓新觀眾接受 這中間有太多太多要考慮的事情 所以以工程的角度去帶到每一個人 我覺得其實很巧妙 回憶的穿插讓比賽變得不只是比賽 當然這些回憶也可以統一放在比賽前 或是比賽後 讓大家可以順暢看完整場比賽 不過這就是導演說故事的手法 所以我前面才會問 如果你是導演 你想拍什麼樣的電影 至少我覺得 錦上這次的手法是完全成立的 並且電影裡角色的台詞 也有把每個人的定位交代 讓新觀眾大致也能了解所有角色的個性 除了工程之外 也能看到三景赤木的過去 台詞也交代了流川是湘北的王牌 櫻木是籃球只學4個月的門外漢 也看得出來所有角色的關係 例如櫻木與流川 有點互相較勁的氛圍等等 所以我覺得大部分的改動都蠻好的 至少比我預想中好 當然如果你是屬於 只想忠實看還原原作的觀眾 那可能會有點不符合你的期待 而另外一個被反映很多的點就是 角色的經典台詞畫面 例如櫻木對於藍球的告白 永不放棄的男人 左手指示輔助等等 我也知道這些都是很經典的畫面 我在電影院時也是邊流著淚邊想 為什麼這些畫面跟台詞都沒出現 後來看完電影後仔細想想 我自己覺得這集目被拿掉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有可能是因為新觀眾會無法真正理解 六櫻木的告白那櫻木感動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從漫畫第一集就跟著櫻木一起成長 我們知道他從一開始只是喜歡情子 到最後真心喜歡上籃球 這段過程我們陪著櫻木一起哭一起笑 一起經歷過一場一場的比賽 一起陪著他每天努力練習 所以當他那句話說出來時 我們能夠完全真正理解情感的重量 但新觀眾絕對無法體會 而另外一個原因在前面也提到了 緊張想要做的就是讓觀眾 彷彿在看一場真正高中生的球賽 所以電影版裡很多畫面 把角色刻意表演性的東西都抹熟了 漫畫裡我們能看到的那種搞笑 角色耍帥的特寫 在電影裡都變成一閃而過的情緒 很自然的動作 不去特寫 不去強調 甚至直接不說 但因為這很明顯是井上刻意去安排的 所以我覺得改動的很成功 哪裡成功呢? 我這樣說明好了 其實在一開始比賽的時候 馬上就讓我感到很奇特 櫻木用臉接球的畫面 還有櫻木跟工程比做鬼臉暗號的畫面 都讓我覺得 欸?怎麼節奏那麼快? 但是在慢慢看下去之後 我覺得這竟然是一種超特別的體驗 因為我自己邊看同時也在想像 若是灌浪高手的劇情發生在真實球場上 可能就會像是電影的這個樣子 很多東西雖然把情感縮小 節奏變快 但對我來說 我認為那都是更大的驚喜 並且是只有看過灌浪高手漫畫的人 才能感受到的雙重驚喜 例如漫畫裡的人物投籃 那分鏡就是特寫人物投籃帥氣的身姿 接著再特寫其他人看進球的反應 但是電影版就像是看球賽一樣 不耍帥 不特寫 讓你好像在比賽現場看球賽 同時還能看到球場上 每個人不同的肢體反應 不但彷彿身歷其境也同時沉溫了漫畫的感動 總之 對我而言 這次的灌浪高手電影版我真的很滿意 若是真的要挑剔的話 可能唯一就是3D人物的表情稍微僵硬 但是動作跟畫面絕對都是流暢的 不要再說什麼 比以前的動畫還差 不要美化回憶 請自己去找一下以前動畫片段 就知道那個精細度差多少 畢竟這部電影 它並不只是單純把漫畫拍成動態影像這麼簡單 裡面包含了許多情商小燕老師 身為漫畫家 身為導演的理念 想法 一部電影本來就不可能讓所有人都滿意 何況是如此有限的空間與題材 而景昌老師選擇大膽挑戰 選擇技術 劇情能夠達到平安的方式 不得讓老粉絲能感動 同時讓新觀眾也可以熱血沸騰 除了精彩的比賽 也有角色的回憶 更有背後的情感重量 感謝景昌老師在多年之後 可以讓我們用不一樣的形式 看到熟悉的角色 重溫精彩的比賽 也欣賞了一部嶄新的灌籃高手電影 好的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以上的心得只是個人看法 也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那麼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